強化社會安全網 雲嶺有夠在 105年發生了所有小紅泡事件之後 大家對於社會安全網絡都非常重視 但是最近又發生了幾起 害人聽我們的凶殺甚至於分屍的案件 讓我們感覺得 推動社會安全網的建立更是刻不容緩 今天由行政院林環宜 林正偉 他率領的中央小黃部會的長官到我們雲嶺縣來 來說明以及探討 怎麼樣能夠落實這麼一個社會安全的計畫 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在社區裡面怎麼樣 能夠提早的去發現這些危險的因子的存在 然後針對這些危險的因子 我們怎麼樣能去做預防 去做輔導 去做處理 希望能夠消滅這些不幸的事件於世間 所以這個中央跟地方的一個整合 政府部門跟私部門的一個整合 以及我們把這些網絡 能夠綿密的建立起來 這個工程就變成是非常激迫 所以中央提出了這每一個加強的計畫之後 我們地方當然是會全力的配合 而且這個牽涉到中央的相關部會 在我們地方也幾乎是各局處的 大家全部都要裝起來 所以今天雖然是在議會的總視訊期間裡面 我們也特別跟議會說明這個中央線 我們相關局處的首長 都一起參加這麼一個研討會 那當然在推動的初期也會碰到一些困難 包括人力的需求 包括資源的需求 這部分的中央是有一些挹注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也不會推諱責任 我們總是希望我們大家緊密的 更加緊密的這個合作 能夠讓這個計畫早日的來落實 也同時更能夠來建立起一個真正的 一個安居的環境 一個社會安全的環境